在马来西亚 刺激吉打分会举办碎膜发放 洗身中心的护理人员想尽一份心力 使用近似人文食品 以不烘焙的方式制作500块有机手工饼干 让当天的来宾享用 活动的前一天 早午班的护理人员找到辞退 为的就是能利用更多的时间付出爱心 顺墨发放当天 具备照顾护身份 而已成为持续职工的生友们和家属 他们也把握姻缘付出自我 回馈其他逆临的嘉宾们 他们在入口处做欢迎队伍 为行动不便的照顾护推轮椅 协助分发新年领包 还有个别的圣友上台分享生命历程 以及更多台下的琐碎事 他们都欢喜付出 我今天来觉得很快乐 可以帮助人家很多人 很多需要帮忙的人 所有人都要帮忙 照顾护和家属们一同围炉 也开心地享用护理人员制作的饼干 这群成为志工的圣友也不忘初衷 以同理性默默付出 在佳节前夕增添乱意 大海新闻也如愿 游禁备马来西亚基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